大陸苹果皮想找 Apple 认可 河南青年潘女设计的苹果皮520 可以将 iPod Touch 变成 iPhone 预计下个月卖,价值 500 元人民币 现在拒着想是与 Apple 合作 希望申请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认可证 就名正言顺大卖特卖了 虽然已有一家美国公司在网站大卖苹果皮的广告 还改了英文名叫 Apple Peel 但专家估计苹果皮不会得到 Apple 认可 在欧美和日本等地还会面对版权的法律问题 判例都知有麻烦,但至今都未找到 Apple 负责人谈